全能神经典话语 我要在末世大圣撒旦 将我的全部荣耀都夺回 将我所有的在地上的属我的灵魂都收回 使这些忧伤的灵魂脱离苦海 以便结束我在地的全部工作 从此以后 我不会在地上再倒成肉身 我的主宰万有的灵也不会在地上做工 我只是在地上重新造一个人类 是属圣洁的人类 也是我在地上的中性的诚意 但是你们当晓得 我并不是将世界全部毁灭 也不是将人类全部毁灭 而是留下那剩余的三分之一的 被我彻底征服的爱我之人 使其在地上生养众多 犹如律法下的以色列民一样 使其在地得着我滋补众多的牛羊 与所有的地上的丰富 这样的人类将于我永存 但并不是现在的这样污称不堪 而是已被我得着的所有人的 集合这样的人类 这样的人类并没有撒旦的破坏 搅扰与围攻 是我打败撒旦以后 在地唯一生存下来的人类 就是现今被征服 得应许的人类 所以 末世被征服的人类 也是存留下来的 得永远福分的人类 是我打败撒旦以后的 唯一的证据 也是唯一的战利品 这些战利品 都是从撒旦权下 被我拯救出来的 都是我六千年经营计划中 唯一的结晶与术果 他们来自各邦各派 来自权宇之下的各方各国 有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言语 不同的风俗 不同的肤色 分布在全地之上的各邦各派 以至于每个角落 最终又聚集在一起 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人类 组合成一个 没有撒旦势力能达到的人的集合 国度随着我化的完善 而逐步成行在地上 人也逐步恢复正常 从而在地建立我心中的国度 在国度之中 所有的子民都恢复正常人的生活 不再是冷若冰霜的冬天 而是四季如春的春城世界 人不再接触人间的凄凉 不再忍受人间的寒冷 人与人不相争 国与国不征战 不再有残杀之壮 不再有残杀之血流动 全地充满喜乐之气 到处洋溢着人间的温暖之气 我在全地行走 我在宝座之上享受 我在众星之中生活 天使为我献上新歌新舞 不再因着自身的脆弱 而泪流满面 在我之前 再也听不到天使的哭泣之声 无人再向我诉说苦中 今天 你们都在我的面前生活 明天 明天你们都在我的国中生存 这不正是我赐给人的最大祝福吗 当国度完全降临在地时 所有的人都恢复了人的原来模样 所以神说 我在宝座之上享受 我在众星之中生活 天使为我献上新歌新舞 不再因着自身的脆弱而泪流满面 在我之前 再也听不到天使的哭泣之声 无人再向我诉说苦中 足见 神完全得荣耀之日 是人得享安息之日 人不再因撒旦的脚扰而忙碌 世界不会再向前发展 人都在安息之中生存 因为天雨的众星都更换 太阳、月亮、恒星等等 天上、地下的山山、水水都变化 因为人变了 神也变了 所以万物都要变化 这是神经营计划的最终目的 是最后要做成的